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行政會議成員林靜才 今早就接受了 港台節目千禧年代的訪問 到底他發表了什麼的偉論 他說本港的非常時期 已經進入到第三階段 即是要應對來自外國的個案 他就認為如果香港的措施做得好 可以將圍堵政策進行到最後一刻 而且很有可能 要圍堵一至兩年 但是圍堵就有不同的力度 亦都應該配合舒緩的政策 主持就問到他 究竟應不應該考慮在四月中復貨呢 他怎麼說 如果面對長期鬥爭又不是每天大爆發 就需要思考怎樣盡量回復正常的生活 包括復貨 他說復貨的重點 就在於怎樣調節安排 可以考慮先讓部分學生上學 以及縮短上課的時間 以測試防控的能力 這些說話就是不負責任 林靜才大議員 怎麼可以說出這些說話 作為行會成員 首先我不明白行會成員 可以一隻二隻走出來發表個人意見 以往港英年代 就算董建華曾蔭權的年代 都沒有說行會成員經常走出來發表個人意見 到底現在你所說的是行會的立場 還是純粹是個人意見 還有可以考慮給部分學生 先上學 這些完全就是把這些學生當作白老鼠 有什麼可能找他們來測試防控能力 是不是傻的 一定要以學生的安全 作為首要的考慮 就不要搞這些魯莽決定 特區政府口口聲聲 說他們所有的決定 都是基於科學根據 我真的很想問 當初你們決定要停課的時候 你們當然是考慮了很多的因素 現在就說要考慮復課 那麼這些基本因素有沒有改變過 實情每一天都是有人感染的 而且那些防護物資 供應仍然是非常緊張的 在這個情況下 到底你是不是一定要考慮復課 現在很多學生 都在網上學習 是不是 任由他們繼續在家中學習 網上學習 一樣可以 是不是 先說吧 沒有理由叫所有學生 全部聚起來 在這個班房 一個班房 四十多人 至少都三十人 就算現在少了學生 是不是 你是不是傻的 又說要保持社交距離 一米距離 怎麼坐在這個班房 一米距離 你是不是殺岗的 根本上是不可行的 當你說那些考生 要考這個文憑市的時候 他們都要濫梳 隔梳來坐 你上課的時候怎麼隔梳坐 你是不是殺的 有這麼多班房嗎 怎麼一米距離 你想事情的時候 正常一點 而且你說要讓部分學生 就先上學 你那些高中生來 肯定第一階段就是 這班人的自製能力 自律能力就高一點 測試不了你的防控能力 那些初中學生 甚至那些小學生 上課 就出事了 那些小學生喜歡 就揮來揮去 手摸來摸去 喜歡又脫下 喜歡又戴下 根本上他們的警戒意識 就是非常薄弱的 一個幾歲的人 你可以要求他做多少事 怎麼會測試防控能力 學生 想不上課 實情就很閒 今天不學就明天學 人生這麼漫長 一定要以學生的安全 作為第一的考慮 而且他還說到 叫市民 需要思考 究竟如何儘量回復正常生活 拜託你不要自欺欺人 林政財大議員 大醫生 自從去年6月9日開始 香港人沒有一天正常生活過 隨時走出街 又被警察打 又有 被警察噴又有 無日無日 怎樣正常生活 更何況現在非常時期 你叫人回復正常生活 即是怎樣 我們一起約去旅行 約飯局 約喝茶 約打邊爐 請問 要不要做這些活動 請問 都愚蠢 他還有說到 說圍堵就有不同力度 亦都應該配合 舒緩政策 開始放口風 怎樣舒緩政策 要不要開通所有邊境口岸 讓中港的人流恢復正常 怎樣舒緩政策 我真是想問 特區政府做的決定 不要那麼興奮 不要那麼魯莽 想清楚才好做 你走到這一步已經很困難了 三催四請踢 都不動 萬十泊 還要人家搞工業行動 才迫使你做入境管制的措施 你還要打算去舒緩嗎 什麼叫舒緩 舒緩什麼 麻煩你講清楚 告訴你 不要打算開回羅湖口岸 洛馬州口岸 不要搞這些 真是離譜 接著講一下 零售業 進入了冰河時期 現在 因為看見的統計數字 都真是 厲害 零售的 總消貨值 自從去年二月開始 每一個月都在下跌 而且今年的二月 當然會跌得更加厲害 因為市民 都已經是 只是消費的必需品 而且 甚少再去行街 行山也是行街 所以一定會繼續跌下去 而且根據一些統計數字顯示 尖沙咀的地鋪 空置率 就由去年的6.8% 升到今年的10.9% 即是越來越多吉普 很多都是藥房 或者本來做自由行旅客生意的零售店 那些化妝品店 和茶餐廳 多數都是這些 收檔 因為自由行旅客 完全跌到零 這些根本上 就是過去 十多年以來 所積落的惡果 香港本來 香港本來不需要有這麼多這些店舖 因為絕大部分 不是做本地人生意的 只是做自由行旅客生意 但是他們使得 很多店舖的租金 不斷地上升 因為大家就要競租 就要欠這些優勢的店舖 所以搞到本來是做本地人生意的那些 要不就遷到樓上鋪 要不就倒閉 過去十多年 食住自由行的水 這些金譜、化妝品店、零售店 茶餐廳等等 全部 賺到盆滿、撥滿 物都穿不下 但是 市民就沒辦法分享到這個經濟成果 錢就他們賺 市民就幫忙埋單 所有的惡果就是市民來承受 因此零售業進入一個所謂冰河的時期 沒有人會覺得可惜 因為你都不是做本地人生意的 既然現在 自由行旅客又沒有了 外國的旅客又沒有了 根本上就支撐不了那麼龐大的零售規模 唯一的辦法就是自行縮減 關人鬼事 你只是靠本地的需求 根本由頭到尾就支撐不了那麼多這些類型的店舖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 老實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靠這個自由行旅客 就是不行的 因為 目前香港的社會環境複雜 和2003年的時候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香港的環境就是不容許開放更多自由行的城市 開放多少也好 都不會幫到情況 這個就說得好 就要你轉型 思考一下 不要經常靠自由行旅客 經常靠單一客員 你一靠單一客員 有了經濟上的依賴 當你考慮一些政策的時候 就變成有偏頗 你看看日本和韓國就已經是了 所以你這個零售業 餐飲業 旅遊業 酒店業 一定要思考一下轉型 不要只靠單一客員 如果你靠單一客員才可以維持到你這個規模 寧願你不要搞 你們這些傢伙賺錢全香港市民幫忙埋單 香港的負債能力就搞不到那麼多旅客回來 而且也不需要接待那麼多旅客 你要賺錢 你接待一些高檔次的旅客 接待一些有錢的旅客 接待一些商務的旅客 而不是接待那些又孤寒又度宿 走到來香港買益力多 買金沙 朱古力 買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買民生必須品的 買洗頭水買蕃茄 有用嗎 不離好過來 這些人是不是 你是不是需要思考一下轉型 不要要全香港的市民買單 這個零售商會主席就說得好了 如果零售商再不作出改變 只會越來越被淘汰 而且零售商需要靠年輕一代帶動轉型 這個行業需要生力軍 依靠轉型 搞網店 這個就說得好 是不是 你一定要變通才行 不單只是零售商業 而且你這個酒店業、旅遊業、餐飲業都要變通 不可以死顧顧 一邊就來 兩個自由行旅客 是極不受歡迎 對於香港的市民來說 看見眼淵 而且這個零售商會主席就說得 不如大家也要理性一點 真是收縮一下規模 那我就說得對 根本零售業有什麼前景 經濟下行 市民就一定是勒緊褲頭 盡量只去買民生的必需品 縮減一些不必要的消費 更何況旅遊業又停擺 根本沒有旅客 你不縮減有什麼出路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